卓西湘太平村发展协会为了让族人更能够了解法律相关的咨询内容 特别邀请了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来到部落进行业务的宣导 让族人能够了解自己法律上的权益 为了提供更贴近部落更便利族人的服务方式 法律辅助基金会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与太平村社区发展协会共同办理 法服原民中心业务的宣导讲座 任何一个分会我们法服成立目的就是要帮助弱势 然后我们提供的服务最主要有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诉讼代理跟辩护 听起来很像很难懂 坦白话来讲就是帮你打官司 帮你就是你的案件 你的法律问题需要到法院去解决的 那需要律师来协助你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比较贴近部落法律相关的议题 最近就是有财团 未来将在风平溪上设置水里发电厂 部落族人反应相当大 甚至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场讲座 律师也特地准备了资商同意权相关法律 让部落族人来了解 但是最近又要复工了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跟刚刚我讲的那几个案例一样 也会遇到这个震威集团嘛 他们这个就是厂商 他们可能接下来应该啦 应该会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那所以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来提醒大家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新闻上面是说 居民说要等部落会议同意嘛 不然不准动嘛 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正确的啦 因为不管同不同意 至少要先把这个流程走完 再来动工比较不会有争议 族人认真的听律师的分析 以及法律相关的法条 也都说很受用 因为这个议题在部落讨论的相当热络 也希望这个议题能够尽快解决 更希望透过部落会议 也会有非常好的结果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